字幕作者 李宗盛 李宗盛 我是李宗盛 作手系統要創造市場當中最簡單 最有效率的操作方式等各位 一起來賺 在市場當中 要加快自己賺錢的速度 不外乎有兩種方式 第一種藉由效率換股 賺每檔票最好賺這一段 快速把獲利堆疊上來 就是同你所看到的 跟着做手系统效率换股方式去做 从2月11号到今天 一个月的时间 你的100万 透过金流力量 已经帮自己创出218万的利润了 而你1000万呢 透过金流力量 也帮自己创出2180万的利润 当然 第二个加快自己赚钱速度的方法 不外乎把市场当中 效率的标股把它找出来 而每档效率标股 都有一个固定的模式 做手系统就是把 最复杂的资讯 归结到最简单的结论 就是同你所看到的 跟着做手系统去做 3月18号的索罗门 你会买在41.05 今天已经来到72.8 100万已经帮自己创出 77.3万利润了 而3月21号的液态 跟着做手系统 你会买在17.15 今天也来到23.25 100万也帮自己创出 35.6万利润 而3月25号的原润 跟着做手系统 你会买在29.9 今天同样也来到36.1 100万同样也帮自己创出 20.7万的利润了 而做手系统 为什么可以创到市场当中 最简单最有效率的操作方式 除了这个系统 百分之百 所有自己原创之外 在进场的当下 直接会给各位进场 停损停损价位 甚至还会有移动停损去保护各位的部位 那怎么做到最简单 最有效率的选股方式 一键主流 把主流抓出来 把效率的标股把它找出来 而一键选股 当然把每个阶段 唯一最好赚的买点 把它找出来 也就是我们在节目当中 一开始跟各位分享的 第一个加快自己赚钱速度的方法 就是借由效率换股 而效率换股有个很重要的观念 不要去浪费任何时间 去等待股票盘整的过程 所以必须要坚持赚每档股票 最好赚这一段 就是同你所看到的 跟着做手系统 效率换股方式去做 每笔大进出 一定都是百分之百资金 一定是百分之百资金 买一档 一定要百分之百资金 卖掉一档之后 超前换下一档不是吗 那应该怎么做 我们可以直接一起来看 在3月15号这一点 加股票100万赚了18.5万 系统告诉我们建议 赚完最好赚一段 先把赚到钱发一口袋 接着换股价报酬 15号这一点 系统告诉我们 再把资金转买玻璃KY这张票 赚它最好赚一段 一起来看 好事到底有没有接连不断的发生 15号也就在这一天 所以这张股票当然也是一样道理 一样坚持赚它最好赚的一段 就是同你所看到的 在3月19号这一点 这样股票100万赚的是6.3万 系统告诉我们建议 赚完最好赚一段 所以红棒创新高 一样最好的卖点 不要怀疑也不要舍不卖 就是同你所看到的事实 带单股票赚完最好赚一段 如果你没有做手系统 你不知道卖你舍不卖 到最后常会像过去一样的 到上报下 会浪费了很多争力的时间 但是当有做手系统 当然可以再次加快自己赚钱的速度 我们可以一起看下去 就是同你所看到的 在3月19号这一点 这样股票100万赚了16.3万 系统告诉我们建议 赚完最好赚一段 先把赚到钱发口单 接着换股价报酬 问题是19号这一点 我们应该把资金 再换到什么样的报道身上 很简单 全部交给做手系统 我们只把时光回溯 回到19号这一点 很简单的按 一键悬股多 一样资金悬股 3秒钟时间 系统告诉我们 再把资金转满 汉宇波这张票 赚它最好赚一段 一起来看 好事到底有没有 接连不断的发生 19号也就在这一天 系统告诉我们 乔法赚钱发口单 再把资金转满 汉宇波这张票 赚它最好赚一段 股价大涨钱就要赶快买了 一定是百分之百自己买进 短短的2到3天 你的100万 不是也帮自己刷出 18.6万利落吗 好事不是这么再次发生吗 所以这张票当然也是一样到了 一样坚持赚它最好赚一段 就同你所看到的 在21号这一天 这张票100万赚了18.6万 系统告诉我们 赚完最好赚一段 所以红棒创新高 一样最好的卖力 不要怀疑也不要舍不卖 再一次 就同你所看到的事实 短短股票 赚完最好赚一段 如果你没有做手系统 你不知道卖 你舍不卖 报最后 常会像过去一样的 报上报下 要浪费了很多整理的时间 但是当你要做手系统 当然可以再一次加快 自己赚钱的速度 我们可以一起砍下去 就同你所看到的 在3月21号这一天 这张票100万赚了18.6万 系统告诉我们今天 赚完最好赚一段 先把赚到钱发一口单 接着换股仗报酬 问题是21号这一天 我们应该把资金 再换到什么样报酬上 很简单 全部交给做手系统 我们只把时光回溯 回到21号这一天 操作可以简单明确易懂 很简单的按 一件旋软股多 一样资金旋软股 3秒钟时间 系统告诉我们 再把资金转买大雅这一项票 赚他最好赚你一段 股价大涨钱就要赶快买了 好事到底有没有 接连不断的发生 21号也就在这一天 系统告诉我们车发赚钱 发一口单 再把资金转买大雅这一项票 赚他最好赚你一段 股价大涨钱就要赶快买了 一定是百分之百之一买进 短短的三到四天 你的一百万 不是也帮自己创出 21.6万的利润吗 好事不是这么再次发生吗 所以呢 这项票当然也是一样道 一样坚持赚他最好赚你一段 就同你所看到的 在3月26号这一天 这样股票一百万 赚了21.6万 系统告诉我们金转完最好赚一段 所以红棒创新高一样最好的卖点 不要怀疑也不要舍不得卖 再一次 就同你所看到的事实 当然股票赚完最好赚一段 如果你没有做手系统 你不知道卖 你舍不得卖 到最后常会像过去一样的 报上报下 又要浪费了两天的时间 但是 当你有做手系统 当然可以再次加快自己赚钱的速度 我们可以一起看下去 就是同你所看到的 在26号这一天 这样股票一百万 赚了21.6万 系统告诉我们金转完最好赚一段 先把赚到钱 发一口袋 接着换股账报酬 问题是 26号这一天 我们应该把资金再换到什么样格上 还是一样交给做手系统 我们只是把时光回溯 回到26号这一天 操作可以简单明确易懂 很简单的按一键旋骨多 一样是资金旋骨 三秒钟时间 系统告诉我们 再把资金转买国化这张票 赚它最好赚一段 一起来看 好事到底有没有接连不断的发生 26号也就在这一天 系统告诉我们 乔巴赚钱 发一口袋 再把资金转买国化这张票 赚它最好赚一段 股价大涨钱就要赶快买了 这个一定是百分之百自己买进 短短的一天两天 你的一百万 不是也帮自己创出8.7万的利落吗 好事不是这么再次的发生吗 也就我们在节目当中 该跟各位分享的五个金流仪 事实上从3月13号到今天 11个交易时间 你一百万透过效率换股方式 已经帮自己创出83万的利润 而你一千万呢 已经帮自己创出830万的利润 而下一张股票要等各位一起来赚 很多朋友在市场当中股票 为什么做得辛苦 我们好好想一下 在市场当中我们要的到底是什么 我们要的 当然绝对不只是一个头头是道的分析 而是一个真正会赚钱买卖点 市场当中会分析行情的股 会分析行情的分析师 会讲故事的分析师实在太多了 但是有几个分析师可以好好的把股票做好 把行情做好 我相信少之有少 所以跟着做手系统很简单 我不给各位长篇当中的分析 我单刀直入直接给各位 会赚钱买卖点 所以跟着做手系统去做 为了让总资金需要达到最大化 而且要把握一定是百万的资金 集中操作单张票 而且一定要严格封闲控管 我绝对不允许我手下股票 曝附在极大风险当中 所以最大风险也不在3.5%上下而已 更重要的 要给各位会赚钱的买卖点 这个买点跟卖点 也是领先市场 而且非常明确的 没有什么叫做模拟两壳的 所以呢 跟着做手系统去做 当然就可以非常简单 非常有效率 那当然 就像我在节目当中 一开始跟各位分享的 第二个要加快自己赚钱速度的方法 不外乎把市场当中 效率的标股把它找出来 而每档效率标股 都有一个固定的模式 做手系统就是把市场当中最复杂的资讯 归结到最简单的模式 也就同你所看到的 当你有做手系统的同时 当你看到周线大户成本多 所以我们说 关键价被日线买点突破的同时 它很自然的 就会形成效率标股模式 效率标股模式一旦形成 表示什么 在短期间之内 就有快速大涨的可能 就同这张票 在这一天 当你有做手系统的同时 我们所有会员在这一天 一定看同一个事实 周线多 日线低跟红色虚线出来的时候 这一天一定是这个阶段以来 最好赚买点 而且是唯一一个买点 在这么简单清楚明确情况下 当然所有做法这一个 一定是百分之百之一买接 等着好事横战发生 那为什么这张股票 买进去之后 在短期间之后 开始出现大涨 很简单 它一定符合效率标股模式 当然所有操作 我们一定要做到眼见为凭 我们可以一起来看系统 过去很多投票做股票 为什么会做得辛苦 因为常听分析师在讲 有时候分析师凹单 你也不知道 所以跟着凹单 最后结果就是非常的糟糕 而跟着做手系统 每一笔的交易 你都可以看到眼见为凭的事实 这张票在这一天 我看到的事实 周线多 日线低跟红色虚线出来的时候 这一天就这个阶段 唯一最好赚的买点 那我们讲过 日线的买点 到底没有突破周线的关键输入价 我们可以一起来看 当天周线的关键输入价在39.85 而日线最高来到41.3 当天股价并没有大涨 可是日线的买点已经突破周线关键输入价 它形成什么 形成效率标果模式 那我讲过 效率标果模式一旦形成 在短期间之内有快速大涨可能 那应该怎么做 想都不用想 因为买点只有一个 就这么简单 一定是百分之一买进 那好事很赞发生 而买进去之后 好事有没有很快速的发生 当然有 现在这个时代不是像过去一样 买股票要等上涨的心态 这样的做法太老派了 这个时代要有效率不是吗 难道买了之后不知道等多久 一个月 两个月 三个月 甚至还等到套牢 这是没有效率的事情 而根本做得很简单 就是买点只有一个 然后要有快速上涨的机会 那同样的 除了在进场之后 要如何可以做得安心 绝对不要像过去一样 有大专门的小段遗憾 很重要 我讲过 一个最简单 最傻瓜的操作方式就是 我们直接把大户成本系列 来到我们移动停力 没有跌破之前 一路抱到跌破为止 简不简单 当然就是这么简单 所以就同我在节目当中 常跟各位分享的 要做效率标股最傻瓜的方式 就是买点出现的时候 就全速买进 然后跟着大户成本系列 没有跌破之前 你可以抱到跌破为止 就同这个地方 开盘之后有向下洗盘 你害不害怕 你不用害怕 因为它根本没有跌破 那昨天我在节目当中 也跟各位分享 这个黑K要不要管它 不用管它 因为它还是没有跌破 那没有跌破 今天是不是又创了新高 所以所有操作 就要这么简单且明确 在这样操作情况之下 就一路一路跟上来 万一它哪一天跌破怎么办 想都不用想 因为价位只有一个 就是全速出清 把获利放在口袋 再去赚另外一档股票 最好赚在这一段 所以操作股票 本来就不是很困难一件事情 也不是很复杂一件事情 只是大家把它变得很复杂 然后故事讲得很好听 讲一大堆最后 结论在哪里 买点跟卖点 才是重点 那当然 为什么在节目当中 从来不会跟各位 特别想要那张股票 因为没那张股票 都只有我们赚钱工具而已 当没有赚钱办法 同时 没那张股票 都会来帮我们赚钱 包括这张股票 在这一天也是一样道理 我看到的事实 周线多 日线低 跟红色虚线出来的时候 这一天 一样是这个阶段以来 最好赚买点 而且是唯一的买点 所以还是一样 百分之一买进 好事很赞发生 那为什么买进去之后 短期间有快速上涨 很简单 它一样一定符合 效率标果模式 所有操作 跟着做系统去做 一定要做到眼睛为凭 我们一起来看系统 所以操作本来 就可以这么简单且明确 这样的票在这一天 我看到的事实 周线多 日线低 跟红色虚线出来的时候 这一天 当然是这个阶段以来 最好赚的买点 那日线的买点 也当有没有突破周线关键输价 我们一起来看当天的数字 当天周线关键输价在16块 而日线在盘中 已经最高来到17.15 也就是说 日线的买点 已经突破周线的关键输价 它形成效率标果模式 我讲过 效率标果模式一旦形成 在短期间真的有快速大涨可能 那后来有没有大涨 当然有大涨 所以我们做法只有一个 在当天 因为买点一个阶段只有一个 就是百分之一买进 那好事很赞发生 也同样的 就同在节目当中 该跟各位分享的 如何要做的 让各位做的安心 做的放心 而且绝对不要大涨 被小涨遗憾 我讲过 最傻瓜方式就是 当日线买点出现同时 就全部进产 然后呢 跟着大户成本线走 没有跌破之前 一路抱到跌破为止 简不简单 就这么简单 那像昨天有出现洗盘 你会不会害怕 不会害怕 破了出你还是大赚 那同样的在这个情况之下 今天也出现洗盘 没有破就是没有破 那万一哪一天破怎么办 想都不用想 你一定是赚钱的 就是把它全速出清 再换下一档股票 跟着做手系统去做 你不用怕没有股票买 因为你掌握是一个赚钱的办法 不是像过去一天到晚 老是报的一档股票 涨也买跌也买 然后月报套越深 这样意义并不大 再开南股票 方法也是一样的 所以我所有的会员 绝对新会员不用 帮救援区做追价 也就这个原因 股票赚不完 这档股票在这一天 周线多 日线低 跟红色虚线出来的时候 这一天 一样是这个阶段以来 最好赚买点 而且是唯一的买点 既然在唯一的情况下怎么做 想都不用想 百分的资金买借 好事很正发生 为什么买进去之后 不用等 短期间快速上涨 很简单 它一样一定是符合 效率标果模式 相同的 我们一起来看系统 一起来 操作 我就要做到完全的简单 而且非常有效率 不是用等的方式 去等待档股票上涨 这样股票在这一天 我看到的事实 周线多 日线低 跟红色虚线出来的时候 这一天就是日线的买点 日线的买点 到底有没有突破 周线关键输家 我们一起来看 全部都是眼见为平的事实 当天周线关键输家 在29.85 那最高来到哪里 29.9 刚好突破一档 那突破就是突破 日线的买点 突破周线关键输家 它形成 效率标果模式 效率标果模式 一旦形成怎么做 想都不用想 全部把资金 百分之百资金买去 等着好事很自然发生 买进去之后 有没有快速上涨 当然有 操作简不简单 买点当然就只有一个 当然就这么简单 那同样的 有没有效率 我相信你也看得到 那也就同我跟各位分享的 还是一样老话一句 要让各位做的安心 也要做的放心 绝对不要大串面小串遗憾 最傻瓜方是什么 进场之后 我们直接拿大户成本线 来帮我们移动停力 没有跌破之前 你不用管盘中怎么晃 没有跌破之前 一路抱到跌破为止 简不简单 就这么简单 有没有效率 当然有效率 那同样的 我所有会议 跟我看到买点 绝对是同一天 因为我的系统 就是完全没有参数可以改的 我看到什么 你就是看到什么 就这么简单 那同样的 我们可以再看那股票 为什么 我一直强调 最简单 最有效率的方法 而且你一定要 每一笔的交易 都是眼尖为凭的 就同这张股票 你绝对不要大串 变小串遗憾 这张股票 是在我在之前的节目 有一直跟各位分享过的一档 效率标股 这张股票在这一天 我看到的事实 周线多 日线低 跟红色虚线出来的时候 这一天 就这个阶段以来 最好就来买点 那买点这个 当然是百分之百自己买进 那我讲过 最简单 最有效率的方法是什么 就是 买进去之后 拿大户成本线 来到我们移动停律 没有跌破之前 一路不知道跌破为止 这个地方有出现洗盘 你完全不用去理他 他没有跌破 这一天 虽然出现黑黑 而且是收最低 他就是没有跌破 没有跌破 你就不用理他 不用理他 他后来就是上涨 然后又创新高 整理整理又创新高 可是呢 你会发现 昨天我在节目当中 也跟各位分享 昨天他就是跌破了 昨天一开盘 没有多久就直接跌破 那怎么办 那想都不用想 一定要把获利全数出清 把获利放在口袋 去做下一档股票 所以你会把这一段的获利 很确实的把它放在口袋 最简单 最有效率的操作方式 这就是操作效率标股 最傻瓜的方式 每一笔的交易 你绝对都可以看得到 所以我这样的节目当中 常会跟各位分享 我们必须用最精简的时间 去创造财富 用最大量的时间 去享受人生 而不是花了一大堆时间 去工作研究股票 然后最后赚不到钱 你所需要就是一个 简单效率的做手系统 休息一下 我们再回到现场 您需要消极的等待机会 您需要积极的创造获利 启发头顾帮您启动制胜的关键 发现财富的钥匙 勇敢做出您明智的选择 自己推现 02-2389-8029 02-2389-8029 您需要消极的等待机会 您需要积极的创造获利 启发头顾帮您启动制胜的关键 发现财富的钥匙 勇敢做出您明智的选择 自己推现 02-2389-8029 02-2389-8029 想了解最新台股走势 股市民师 现阶段手中的标股 您想知道的一切 都在股动乾坤 作主系统就是要创造市场的最简单 最有效率的操作方式 等各位一起来赚 就同跟着作主系统去做旗子 重持有一口单 百分之百当充 完完全全没有流畅压力 我们可以让好事每天都会发生 胎子03一个月过去的 挣这么多 负这么多 挣富加总之后 一口单可以挣2464点 04呢五天过去的 挣这么多 挣富加总之后 一口单可以挣872点 当然 今天跟着系统去做 好事一样再次发生 今天跟着系统去做 你会做一笔对一笔 一口单充呢 可以挣72点 那同样的 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每一笔教训号 今天第一笔教训号 在8.55分的时候 是延续排不同步 反向做做训号 那为什么一开始不做 很简单 因为我们在进场当下 会直接先给各位进场停损 停损位置 如果先来到停损满足点的同时 当然不会去做它 必须等待下个机会 而下个机会会落在这个地方 趋势盘同步做多 相同的 我们可以一起来看系统 一起来 就同你所看到的 当行情走到这个位置 本来在灰色线下 变到灰色线上 线下变线上转折 线上是红色同步做多 所以我们收盘收定 直接设收盘价 也就是20 208去做多 一起来看会不会成交 下根K线最低来到 20194 所以定价百分之百 全部穿成交 但是绝对不要忘了一件事情 一旦只要来到 系统中班给规划压力区 一口蛋挣72点 记得把它发一口蛋 就总在节目当中 跟各位分享的 当面拥有领先实战新数学同时 好事自然每天都会发生 我们明天再见 拜拜 本投资公司 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神圣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